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有点紧张啊 没关系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和甜点的一些过程 看到大屏幕上我手上的这个千层 想必大家都见过吧 知道 应该也吃过吧 吃过 但是在家做过的人有几个 有 耗时很长对不对 其实制作它的手艺啊 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让人望而却步的 往往就是它的制作时长了 从准备千层的面糊 到它的奶油 要提前一天准备 它的配方无非就是 牛奶 鸡蛋 面粉 巧克力 奶油 黄油 还有一些坚果类的调味料 把这些都准备好 融入在一起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制作一个千层 要提前一天准备 冷藏一夜之后 才开始可以制作 千层之所以被称为千层 是因为它薄如蝉翼的千层皮 千层皮它的厚薄度 大概就是有以下几点 就是影响着它的因素 第一面糊的浓稠度 操作手艺人的熟练度 然后就是锅炉的温度 一直烤制它的时间 记得有一点温度一定要低 要不然 谁能摊出这么薄的皮 然后就是我们的千层奶油制作 提前一天准备好的奶油 就可以直接打发使用吗 奶油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吃 但往往吃多了容易腻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一直在寻找怎么解决它的方法 我们找到了一款比较好的原料 虽然它的成本有点高 但是我觉得只有它的加入 才能让我们的奶油 成为我理想中的奶油 那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提拉米苏经常用到的马斯卡棚 当一层一层千层皮夹杂着 就是抹着一层又一层薄薄的奶油 经历一个小时之后 才可以成为就是这张图片上 那个小小的 就是被编辑得有点小的这样的千层 所以说这个千层的耗时非常长 但是它给我们的感受是比较好的 我想在座的各位 可能对我现在有两个好奇 第一 为什么我这么执着地 喜欢研制千层的制作方法 第二 在机械工业这么发达的今天 手做工艺真的还有必要存在吗 28岁的时候 我也是像在座大家一样 是个吃货啊 然后在28岁的那一年 我第一次就是体验了法式甜点的魅力 第一次有了想要去研究这个法式甜点 到底是怎么样的 于是我申请了法国的学校 很幸运地成为了飞航第8K的一员 于是在父母和朋友的支持下 我独自一人从南京坐上了前往巴黎的飞机 在法国 我本来以为我学到的只是教授中的手艺与技艺 但是没有想到在法国我还领略当中的厨师精神和文化 记得每一天早上开学 我们在进教室的时候 都要换上整洁的厨师服 干净的鞋子 才能拎着我们的工具箱 走进我们的教室 法国人对卫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双手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才可以清洁消毒桌面 然后我们所用的所有工具 戴上厨师帽之后 我们一整天的学习才可以开始 等一天的学习结束之后 我们又要重复的同样的清洁工作 包括清洁桌面啊 清洁我们的工具 老师曾经说厨房里面最干净的地方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最干净的地方 垃圾桶 对 垃圾桶应该是整个厨房最干净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清扫完垃圾桶才可以下课 记得第一次用手混合面团 第一次用手打发蛋清 第一次用小刀把水果接成均匀的薄片 并且摆放 让我感受到制作一个小小的甜点 都要用它最原始的方法去感受它 也让我能感受到哪怕是做一件非常小的事 都要抱着认真的态度 其实在法国 除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就是 南京市面上的慕斯甜点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种类 比如说像这个图片上的 泡芙类 酥皮类 慕斯类 然后还有塔类 以及马卡龙这样的常温甜点 不好意思 其实走在法国的大街小巷 咱们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甜点店以及餐厅 它们每个餐厅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创意的甜点 每一次它们的创作 都是一场技术和能力的角逐与较量 也是一直期待的美食盛宴 这让我感觉到在法国 厨师为我们创造甜点的时候 甜点也为我们改变了生活 大家应该对米其林餐厅都有所了解 如果可以成为米其林餐厅的新级单位 或者是屏上三星 那么它将会是当年行业内的标榜 是每一个厨师追求的最高荣誉 米其林的餐厅 它的评分是非常严格的 第一从盘中的甜点 和整个餐厅的布置 和环境的整洁度 还有对待客户的用心程度 都影响着一家餐厅的命运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卢浮宫旁边的一家三星餐厅 叫Le Michis 它里面的西点主厨 就是做仿真水果 风靡全世界的水果歌 为了这场下午茶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才预定到了位置 当我们那天下午正在体验 这样美味的下午茶的时候 水果歌出现了 当时就达到了现场 餐厅的最高潮 水果歌一一问候了美桌的客户 当然来是美桌的客人 就是听到我们是从飞航地来的学生 他很热情地邀请到我们去参观他的厨房 那是一个需要通过旋转楼梯 才进入到的地下厨房 映入眼帘的只有两个字 干净与整洁 这让我能感受到 一个餐厅规章制度的严格 也能体会到一个厨师 对他热爱的事情认真的态度 以及对自己的要求 于是怀揣着自己创业的梦想 希望把法国的所见所闻所感 带到国内 让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 于是我开创了我的墨字工作室 其实创业又何谈容易呢 我给自己开创工作室的时候 定下了三个原则 第一 不计成本的去制作产品 第二 不计时间的打磨手艺 第三 不计回报的和客户用心相处 为了减少房租的压力 我置换了一套我自己的住宅 置换了现在的工作室来开展我的事业 从一个人的工作室发展到现在七个人的团队 我们继续坚持着用手做产品 来把最好的给大家 这就回到了一开始的第二个问题 在现在工业化 生产这么高 这么发达的现在 我们手做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在我看来就是温度 这是通过我们的双手 制作的产品 来温暖到每一位客人的温度 记得 记得我们刚回国的时候 一直在想 要怎么才能把法式甜点 能和南京当地的这种食品相结合 因为南京对法式甜点的认知度并没有那么的高 于是我就走街串巷 我就在想 既然南京人对法式甜点的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日式甜点又到处都是 那我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的 那么我就发现了一个千层 因为千层的耗时确实很长 然后我就发现 会不会这就成为我的一个突破口 只要把它做得更好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就成为 那很可能就会成为我打开市场的 这一个突破口 那么又有朋友问我了 那你为什么不能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去制作这个千层呢 虽然机器可以制作千层 但是像它那样厚度的千层 并不能满足我们对甜点千层的需要 我们就在它的原料上面进行了改良 然后我们发现 只要通过改变面糊的浓稠度 那么就可以将我们的千层皮制作得更加薄 也是为了尊重千层 我们一定要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产品 记得第一次制作这一整块千层 我花费了大概六个小时的时间 从千层皮到奶油 虽然制作的时间很长 但是 当我切开它的截面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与别人其他家不同的千层 从一眼望去 确实看不到它到底有多少层 虽然 我们已经就是说掌握了千层这样的技术 但是 在口味上 我们一开始还是比较单一的 除了抹茶 巧克力 还有一些红茶 并没有 就是说 可以就是 有双重风味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打破 这样的 单层风味 于是有一个朋友就给我们做出了 给了很好的提议 他就说 能不能就是在 茶类上再加上一点果味 然后我们就制作了 我们就想着 如果有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抹茶 有了 对不起 我有点小小的紧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抹茶 有了红茶 正好缺一味乌龙 是不是就可以 再准备一个果味茶 然后来融合 但是我们试了两次 但是结果都失败了 因为我们忽略了水果它的含水量太高 和奶油打发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然后我们也试着用水果切成薄块 然后夹杂在千层里面 但结果又失败了 不仅没有果香 而且果味也比较淡 就在此时也有个朋友过来了 他不远千里来我这里买千层 也恰好就在此时 他跟我说 他正好在研究果茶 果味花茶 他主要需要冷泡 冷泡之后才能感受到 他嘴里 就是嘴里才能感受到它的香气 于是这个就让我有了一点 那我们就选用一种花茶 来和奶油相结合 浸泡了一夜之后 我们以为这个就成功了 但是也是让人失望的 因为茶味有了 果香味还是比较淡 于是我们就在想 如何让这个果味和茶味更浓郁一点呢 我们就想到了一点 像抹茶和奶油的融合方式 把它打成细碎 再冷泡一夜 也许就有出乎人意料的效果 结果次日我们果然做到了 当我们再次 请这位朋友过来品尝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惊叹 他就说 哇塞 这个香气在口中爆炸了 当他给了我们这样的反馈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千层它成功了 虽然大家听到这里 会认为我们在千层上面 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 但是我们的产品 并没有被所有人认可 因为还有一部分人 不会在意我们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料 不会在乎我们到底用了多长时间 花费了多少工艺 他们更在乎的是产品的价格 经历了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事 让我感觉到 那么回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产品做好 那我就要按下心来 只要还有一个人喜欢 不管坚持多少年 哪怕是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我都要把这个事情给完成 记得 我也 就是这四年来 我也负责任地说 其实我们没有花过一分钱 在营销费用上 基本上都是口口相传 基本上都是口口相传 靠着朋友推荐朋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朋友 不仅仅是微信账户里面的 几千号几万号的客户 更多的是 他们在我知道 要准备这份演讲稿的时候 帮我一次又一次的审稿和修改 就有一个他 在得知我这篇稿子的时候 他了解到千层背后的故事 是这么的长 他感知惊叹 和他的相识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记得他也是朋友 就是推荐的嘛 他第一次购物的时候 特别的仔细 特别的谨慎 多次地问我 这个产品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原料 到底它的成分怎么样 孩子到底能不能吃 在购物三次之后 他竟然问我要了折扣 说他是老客户 谁让我耳根子软 我就满足了他这样的需求 我以为这样就已经结束了 但没想到 接下来的日子里 每周都能看见他三次的弹窗 我们已经从一个供需的交谈 变成了知心朋友 记得有一次他说他想吃水果奶油蛋糕 他不断地问我 就是说你能不能推荐一家 我就给他介绍了一家 但是第二天他又问我 你知不知道哪一家的甜点好吃 奶油蛋糕好吃 你能不能做一个给我吃 这就难到我了 因为我们家并没有这样的产品 但是我们已相识已久 我觉得可以给你做一个 那么我就知道 既然你喜欢巧克力 又想我替你做一个这样的奶油蛋糕 那我就满足你这个小小的心愿 当天我就把这个蛋糕给他送去 但没有想到 却被打包阿姨打包错了 我本来以为可以受到他满怀欣喜的反馈 受到他的 却是他的失望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中 都有一些困扰和一些烦恼 如果可以用我们的美食来改变他们的心情 我觉得是绝对不能辜负的 为此我又为他重新准备了一份给他送过去 当时天色已晚 当他拿到的时候 他对我说 我每个月的零花钱 基本上都来买你家的产品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小小的折扣 当时我就笑了 给你打鼓折都可以 随后 临走时他又跟我说 天色晚了 下雨路上慢点 以后不着急送我这里 像是家人的关怀 像是家人的叮嘱 让我感受到了这样的温暖 在这里 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不管是甜点上的知识 还是我的人生旅程 更是我热爱事业当中 连接的每一个陌生客户而产生的感动 曾经我以为我可以用出国留学 这样的经历给自己套上光环 而现在我只想默默做好自己 再让自己发光 28岁 出国留学不晚 30岁 一无所有别怕 35岁 看似风神水起一切 都才刚刚开始 我相信 只要你热爱 执着 用着一个匠人的心器 对待你的事业 你收到的反馈 一定会超乎预期的甜 大家好 我叫董小娟 我在TEDX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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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